赞养客人的R86线公车离开软软区公所准备前往幸福华城社区 这条来往幸福华城社区与七堵车站的客运路线对社区居民相当重要 当地定祥里里长冯瑞之因此在软软区基层访式座谈会上提案 希望R86能征班 对此金融市长牛昌透露R86亏损严重 目前由金融市公车支援部分班次勉强支撑柱 因此施工车推行上下车刷卡 希望统计出民众在尖峰离峰时间的搭乘资讯 做更有效的路线规划与排班依据 其实就是想要做一个统计 也就是民众使用的尖峰的状况 然后我们来做让班次能够做更有效率的排班 要不然有时候车子搭的人真的少的时候 对公车处的路线的规划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另外巴兰里程必行里长反应里面有许多五排车 环保局前往查报废弃后 车辆机死离没多久又开回来 宛如猫抓老鼠 牛昌要求环保局与警察局想办法解决 因为他是堪用 但是排班要拔起来 我们贴担了之后 他可能时间要到之前 他就把他开走 这个 这个也许请环保局跟警察局再想一想 我们再回去联议一下 针对这种状态 我们也没有进一步处置的一种作法 那现在就变成是有点砖漏洞 过港里长陈兴辞着感谢牛昌推动过港路道路品质环境改善 不过原停车阁被涂销后造成停车位影中不足 建议市府以旧废弃自来水宿舍拆除活化空间为停车使用 后港那边就是没有再使用 已经破破烂烂 如果能多开机的话 第一个也没关 第二个也增加停车的吸取 我希望说我们在马路在做的时候 最少要一起把停车场的位置都弄 都用停车位置都弄出来 免得改善了马路 都会产生一个停车的问题 尿舍也透露了一项好消息 暖暖衔接瑞方的金融河畔自行车 到预计9月中旬完工启用 将提供民众更完善的骑程环境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